南方小土豆成了2024年的最新流行语 它是东北老铁对南方朋友的爱生 两位教授觉得很好玩 很调侃 带着朴实无华的亲戒感 可可爱爱 网感十足 只观娱乐 无伤大雅 复义 家里来且了就是爱就是宠 耳边做的没毛病 除了小土豆小柑橘 如果用类似的语境 给其他省份也起一个新网络番号 打开方式是怎样的呢 我看有网友给山东起的番号是 小挖掘机 可没有气势 我代表一亿多山东人声明啊 我们叫小泰山 不叫小挖掘机 小泰山 吐着两分可爱 三分豪迈 四分自豪 还有五分崇拜 再次复义 陕西的番号 我建议叫小兵马俑 可爱与传统艰巨 三勤大力 慷慨激昂 既历史厚重 又古今兼容 陕西的每一寸土地都埋着历史 捧一把随便上乘腰一腰 都比别的地方沉二两 小兵马俑很形象 很传神 江苏的番号有人起名小小树 我觉得很不恰当 江苏有十三代宝 95路诸侯 也就是啊 13个城市 95个区限 至少要有108个番号 如果非要给江苏起一个番号 别叫 那就叫小散庄吧 别的都不合适 小散庄恍我一下 湖北的番号叫小龙虾 不用质疑 湖北是全国第一小龙虾养殖大省 小龙虾就是湖北的特产标签 湖南的番号叫小烟花 每逢正大节日 重要时刻 中国烟花之乡 流洋都不会缺席 这贵州的番号那就太好奇了 小茅台 云南的番号大家也别乱猜了 就叫小骏子 注意啊 必须读四声 外地的蘑菇叫蘑菇 云南的蘑菇叫骏子 放眼全国没有哪里比云南更懂骏子了 江西的番号叫小辣椒 在吃辣这一块 江西无人能敌 江湖传言江西老表的锅 刷完两遍再炒晒 还是辣的 黑龙江的番号叫小洞梨 东北美食一大堆 但冬天最出圈的一定是洞梨 尤其是洞梨摆盘切花刀之后 现在流量嘎嘎高 网友啊纷纷表示 当年大帅张宗林啊都没这么吃过 鸡里的番号叫小人参 长白山人参大名鼎鼎 辽宁的番号有人建议叫小海参 拉倒吧 靠海的地方都产海参 两个家兽建议哈 咱还是叫小鸡炖蘑菇 小味嘎嘎香 谁也香不过咱 天秦的番号 那就直接叫小麻花吧 小煎饼果子也可以口律 重庆的番号就叫小火锅 四川的番号就叫小熊猫 熊猫是四川专属 一提熊猫 大家就能想到四川 河北的番号比较分裂啊 有人说应该叫小钢铁 有人说叫小驴火 还有人说应该叫小护城河 别别别争了 就叫小板面 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谁不知道是河北特产啊 公司